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挂 这个老朋友来到子评收看 按赞还有把连结分享推播出去 以及订阅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同时我再强力宣传一波 刚刚可能有观众朋友 已经看到我们的朋友 的确就在今天晚上 庙口开奖又来了 这个星期五这个星期六 我们的庙口开奖来到了 屏东长治乡轮上的浮轮宫 在这边今天的主持人是 彭华干干歌 那今天的这个开奖阵容 有前立法委员许国泰 以及国民党政策会副指引长苏清泉 前台南县长苏焕智 屏东县议员黄明贤 五虎将抢抢棍 那么今天的这个聚焦在 平额公路屏东棒球场捞钱秘新 还有绿营就要战争为选票 不管台湾人的命吗 如果在现场 希望今天你可以到现场 那如果不能在现场的话 没关系 线上看也一样 那么欢迎大家一起来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我们最近都每天都会根据 我们讨论的时事议题 开放线上投票 很多网友已经在期待 我们今天线上投票题目是什么呢 在昨天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个 赖清德上电视台的专访 有些朋友看了 可能有些人看了一些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会呢 会来讨论 不过就要问你了 也希望你进来表达你的看法 就是赖清德专访语出惊人 又有插话新高度 你觉得哪个最夸张 第一个跟中国是朋友 要请习近平吃虾仁饭加全糖珍奶 第二个电超级够 天然气如果短缺的话 可以改成燃煤 第三个年轻人不用怕啦 16年100万户的设宅 买家电政府出一半 16年它只要是前面的8年 加上如果赖清德自己执政8年 16年会有100万户的设宅 而且你买家电 政府可以补助一半都有办法 以及第四点 其实我没再听他讲话 好不好 1234 看大家你的看法 欢迎自行投票 我们等一会会滚动式的来看 这个投票的情况和结果 刚好凤鑫姐慢慢来没关系 我们欢迎今天跟我们一起讨论的来宾 欢迎时评论员陈凤鑫 凤鑫姐 大家好 欢迎台北市议员徐巧鑫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刘彩薇 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还是先跟大家讲 要锁定今天晚上的 这个七点钟的辣碗报 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 侯友宜市长来接受中天专访 那当然他也提出了一些 关于聚焦在访美 能源 两岸 等等这个国家大政格局的议题 所以都请大家锁定 不过说到这边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蓝白河 这风不是已经开始吹了吗 尤其是柯文哲 他日前就抛出愿意和各党领袖对话 那同时呢 包括今天他的发言人陈志涵 一大早上广播节目的时候也有说 好啊既然说要喝咖啡 那么柯文哲也说那就来喝 可是喝咖啡容易心悸 所以改喝果汁就好 也可以 那不管是喝什么啦 我们看到其实陈志涵在今天 也有释出一个重点 他说其实双方幕僚已经有启动幕僚作业了 不管是这个侯友宜办公室 或是郭台铭办公室和科办呢 其实都有对话窗口 好那他说柯文哲的立场 一直是持开放态度 在参选到底不预设任何的前提之下 都可以坐下来谈 好所以 释出的讯息是呢 也可以啊也愿意跟侯友宜 愿意跟朱立伦一起来谈 好那幕僚作业事实上已经启动了 那换句话说 柯侯真的准备要强强联手了吗 包括 有人问到柯文哲说 是否到时候和这个侯友宜 做民调来一决胜负 他也松口了 他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朱立伦当然就立刻响应 而至于侯友宜呢 他也说会凝聚所有的力量 所以在这边我先请教奉心姐 我们每次讨论讨论好久 讨论到现在 是不是真的是在野联盟的那个样子 出来了 我认为是 我确实认为 最近的柯文哲的回应 朱立伦的回应 看起来他们 第一个他 我相信他们已经感受到 那个民意的强大压力 最近其实有很多的 非律阵营的支持者 其实那个从焦虑 然后到期待 然后接着呢 现在有一种绝望的那个态度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大反弹 那我觉得这个民意的翻转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从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要替台湾决定好一个和平的未来 所以那个是有强烈的投票意愿 可是对于非律阵营当中 始终没有办法整合好这件事情 那么就开始呢 有各式各样的一些 这个主张啦 期待啦 可是发现说好像 这些期待都没有办法促成整合的时候 如果你最近到街头上面去谈的话 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骂 对 而且是骂得越骂越凶 那这里面反映的就是那种绝望性 失望性的那一种大反弹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来我还认为说 那如果这样 反正现在郭台铭的问题是 9月16号建政章嘛 那么也许到那个时候 会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态度 但我觉得民众根本等不到那个时刻点 那我觉得比较 让我稍微有一点点放心的是 看起来大家有感受到这股民意上面的 剧烈的强烈的那个声音 所以必须要去回应 因为如果你不回应的话 这些失望就会变成愤怒 而愤怒之后呢 就会变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力量 就原本从支持变成反对 你要知道一来一往之间 你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认为他们愿意去回应这件事情 我非常高度的肯定 那当然我之前曾经说过 就是说就我所知道 就是柯文哲的幕僚 跟国民党的幕僚 办公室的幕僚 是有接触的管道的 所以我一再提醒他就说 确实柯文哲跟朱立仁 是没有见过面 你去看到外面的那个放话 那都是假的 但是你说彼此之间 有没有因为接触而有的默契 是有的 所以他最明确的就是在 立法委员的提醒这件事情上面 彼此之间是有默契的 这点我曾经讲过说 他们的默契大概有一个状况 那我觉得那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因为在这个默契的过程当中 我要先跟各位说 彼此之间的尊重是真的有 而且没有破坏诚信 要整合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破坏诚信的 我答应你就是答应你了 我不可以答应你了之后后面反悔 然后自己找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理由 我觉得到目前我的观察是 其实包括了柯文哲这边 包括了这个国民党这边 有遵守那个基本的诚信 你在乎的那个区我是不提名的 然后我在乎的区你也不可以提名 那彼此之间 当然这里面国民党的区是绝对是占绝大多数 但是你会注意到国民党有几个区是没有提名人的 那就很明显的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要让给民众党 那这种诚意大家彼此之间用这种方式建立了诚意之后 那真想要喝咖啡也好喝果汁也好 坦白说我也觉得喝果汁不健康 喝什么都好无所谓 但是呢能够在这种基础之下去建立一个整合 我觉得不见得等同于什么柯侯配侯科配 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看整合 因为用这种方式我觉得选民也不接受 他会觉得你是权位交换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一个政策沟通 就第一我们希望国会变成最大党 那变成最大多数 那第二个但最重要是政策的结合 因为你用政策结合 你对于选民才会有诉求 你不能是说哎呀我这个位置上给你那个位置上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你们不过就是玩权力大风吹 那对于民众来讲怎么会有道德高度呢 那但是你对于政策上面有很多政策是符合的 比如说两岸政策是有高度结合的地方 然后能源政策也是有高度结合的地方 光这两大点 其实还有对于如何的追查民进党在这一段期间 因为一些民进党都跟你讲说说你们说光电有贪腐案 那你去查呀那你们要拿出证据来啊 检调都在你手里头 好啊如果你觉得应该要查的话 那你就让政党轮替 然后让这个非绿的阵营来好好的查一查 就像去查新竹棒球场一样 那我觉得那个情况就会不一样 所以你把这三件事情 如果能够有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统合性 这个时候我觉得侯友宜跟柯文哲 或柯文哲跟侯友宜 这个前后我都ok好这样 那么不一定是任何人要退 我还是这样主张 我觉得大家彼此去拼到12月 然后我们选定几个是真的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 不是说大家到时候就随便大家你做一个公信 你做一个民调我做一个民调 到最后都是民调然后来做带风向 不我们就选定几个机构 他的民调是我们大家都相信的 所以要挑 我跟你讲三个绝对挑得出来 大家都信任的 他不会给你动手脚的 那这个时候呢用他的民调结果来决定 领先的人 我们落后的人就要全力支持他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基于一个 台湾前途的大意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众才能够接受彼此之间做下来的整合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本来时间也许不需要那么击破 但是我觉得民众已经等不住了 等不住了 而且这个可以佐证 又骂又没劲 从我们很多节目的流量都可以感受得出来 流量就跌 大家没劲不想看 就觉得你们再继续乱下去吧 那还好现在呢已经有契机出现了 有一丝希望出来了 可是在今天早上节目上呢 包括陈志涵也有被问到说 那如果要柯文哲当副手呢 他说如果是预设这个前提 那么在野共识的几率就很低 可是这个东西当然很敏感啦 那包括刚刚这个 封建也特别提到了 就说没关系 大家先拼到12月嘛 那除了这个谁赠谁负的部分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先和 其实刚刚奉兴姐也讲过了 就是说包括在这个区域立委的提名上 其实蓝牌之间有点默契 甚至礼让 那有没有可能说直接蓝牌 白明了共同支持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有哪些事情 可以先做先行 小新 其实我觉得呢 刚刚这个奉兴姐讲的 我都非常认同 因为他的 我们的整个选举的 时程的规划是这样 第一 你会先提名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呢你看 这个柯文哲 也是民众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那侯友宜也是国民党 所提名的候选人 然后第二呢 还有郭台铭他要不要选不知道 但9月中 他就要翻牌了 而且呢 他翻牌一次要翻 总统跟副总统 两个牌要一起翻 其他两位他们可以再晚一点点才翻牌 这是一个差异 那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 总统候选人是谁 第二个部分呢 是区域立委的决定 区域立委的决定 会大概在第二个阶段来讲 那这个地方就会有所谓的 在野党要共同的布局 那希望说呢 在整个政党轮替国会过半的这个部分 国会过半 那国会过半要怎么做 其实我常常举的就是 中一选区跟中二选区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蔡奇昌呢 他其实因为他选过台中市长 那他新潮流的资源又多 再加上他是立法院的副院长 所以他其实他手伸的很长 他本来他应该要是 在整个台中去 这个除了他自己的选区之外 还要去弄别的选区 帮其他选区民进党的候选人去赢的 所以像比如说林静怡这一次 其实颜匡是很有可能胜选 那但蔡奇昌就会想要去帮他 所以变成他们是跨区 联合合纵联合一起作战的这个局面 那当国民党这边如果离让了蔡壁如 某种程度来说他就会使得蔡奇昌 没有办法把手伸这么长 必须要顾守原来的区域 因为蔡壁如相对他的知名度也好 他的活力也好 他的资历也做过立法委员 跟蔡奇昌算是比较对等的 所以这种做法反而变成是说 国民党的颜匡恒跟蔡壁如 民众党的联合在一起之后 那让民进党这种过去合纵联合的策略 没有办法成功 可以签字有效签字 对有效互相去签字彼此 那在台北市也同样的情况是 台北市比较好是国民党所提名的 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比较团结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台北市的现在只提7个 可惜的是只提7个 但是目前所提名的7个候选人当中 大家相对团结 而且平常时互相联系 都有互相在讨论然后一起作战 比如前站议题好了 游淑会打了 我可能会接 然后罗志强可能会接 王宏威委员那边他在国会 也有其他的议题会去打 那赖品于绿能的事情也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揭露A 明天他揭露B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互相掩护 互相接力的这个做法 才有可能把议题打起来 而这个 需要在野共同整合的力量 因为呢民进党他毕竟在国会是多数 所以呢在野如果在这些议题的力量上面 分散的话 那非常可惜可能很难打得动 尤其是现在因为总统这个局势的纷乱 使得赖清德的民调居高不下 那我要讲的是赖清德的民调 虽然你看38到40% 可是你不要觉得最近我们打这些议题是没有用的 我认为赖清德跟民进党都是有受伤的 只是他还没有反应在民调上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野阵营这边自己的总统大举乱 所以很多人不表态 可是那种对于民进党所累积的不满 我认为他真实存在而且持续叠加 所以不要小看说前期我们在立法委员这一局 在野合作所创造出来的 议题声量跟民众看待民进党的看法 他对后期绝对有帮助 所以你现在不要说今天没有看到结果就觉得说 这个事情是没有效不对 我们要想的是那我们今天揭露的是否是真相 是否让人民看到了更多民进党执政的问题 这就是在野党共同蓝白要一起去监督的事 也有具体的合作案例就是前瞻计划的检验 这个议题是柯文哲先丢出来的 然后后续很多国民党的 包括我们都有去揭露这个财政分布不均的情况 好那另外一边我们国民党有没有丢出议题呢 有侯友宜丢出能源的议题 让赖品渝说出重启个屁之后 连续我是算已经12天了 连续攻击了民进党整个能源政策 包括云豹包括赖品渝等等周边 连续12天整整12天没有断过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那民众党他们也有一些的参与 所以所谓的在野的整合力量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像大家讲的说 谁配谁谁不配谁 这东西现在去讨论第一个太远了 第二个呢你直接调论到那个深水区 那破局的可能性很大会让民众失望 所以具体的直接上面在议题上面的合纵连横 针对在执政党的共同打击 这本来就是我们在野党应当做的事情 所以民众也比较容易的买单 好那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就等到11月要登记了 然后呢12月就是已经投票前整体的这个气势的问题了 好那他中央还有一个叫做不分区名单 不分区名单 铁定是民众党跟国民党是相互竞争的 这个没有办法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不分区人选 民众党他也需要透过不分区 维持他未来在国会的空间嘛 所以下一个是不分区的立委名单 提的漂亮不漂亮 他会影响到区域立委的民调 也会影响到总统的气势 然后最后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结果 谁高谁低 那第一名民调到时候最高的 当然他会比较有机会 整合也好 或者是说让自主的选民自动的投票给他 认为他有下架赖青的下架民进党的空间也好 所以这段期间就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总统候选人必须要花最大的力气 去支撑自己的民调 那在野的小鸡们要懂得 整合彼此之间的力量共同的去对 现在的赖青德发起晋级 那到了11月12月在看气势的时候 赖青德他民调才有可能动摇 往下或可能往下 那国民党或民众党我们不知道结果 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往上 那整合如果能够成功变成一组 再也变成一组 这当然是大家心里所期望的 可是这个我们期望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 这个有梦最美 但是他不一定会发生 那我们也要做好 他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面对2024这个局面 就是不能把事情想得太美好 好像如果没有整合成功 我就这个plan A 就这个方案 一定就是要整合成一组候选人 如果能够成功我们当然很乐见 可是我们知道他的难度很高 所以在没有办法整合成一组的前提之下 那国民党的具体战略是什么 民众党的具体战略是什么 还有没有所谓次级的整合空间 就是刚刚凤馨姐讲到的嘛 那民众自主会去做决定嘛 那但是我也觉得以中华民国 说为中华民国好 下架民进党是2024年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政党之前我们先有国家 才有第二个才有政党 这是我自己也很在乎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都会撑着好友谊 希望他的民调可以持续的走高 一直去支持他 那但也希望国民党有这种独立过半 然后独立胜选的 策略跟勇气跟竞选的节奏 好刚刚谈到好像最近这几天 风向有一点点变了 就是在野联盟那个雏形感觉出来了 那尤其我刚刚特别提到了 就是柯文哲还有侯友谊 两个的政策是不是也越来越一致 比如说两岸政策的部分 侯友谊讲支持合户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他主张两岸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的政治现实 那中华民国包含大陆地区跟台湾地区 而柯文哲他也说他说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我们的领土还包含了大陆地区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能源政策的部分 侯友谊说如果这个安全无约情况之下 会重启核四 核四这个问题其实柯文哲在接受 我们中间专访的时候也有被问到 他说如果台湾要台积电 恐怕没有办法不接受核四 所以感觉柯侯都挺核四重启 那么另外还有惊吓大桥 其实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柯文哲最早抛出来的 他到了金门 他的政见还第一枪 就是支持盖惊吓大桥 那么这一次八二三 我们看到侯友谊到了金门 他一样也提出了惊吓大桥公投的主张 所以这个部分侯友谊也是支持的 那采薇是竞办的 侯竞办的发言人嘛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 跟前一阵子感觉有点不一样 我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目前竞办的最新立场 你笑成这样子 最新说法啦 其实目前竞办是对外是强调 没有接触过啦 但是呢 对于这一个空间 他们相信 就我们相信会有一个 非常有默契的一个对话空间 那这绝对是好事呢 因为非常欢迎任何有助团结 跟整合的互动 这绝对是我们进办现在的这个立场 那其实我觉得沟通 本来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因为其实我很早很早就讲过了 大家都会来问说 你觉得什么时候 所谓的蓝白核才会整合成功呢 蓝白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合作呢 其实那时候我都告诉大家 这个合作 这个整合成功 不是那么的狭隘 包含了所谓的政策 所谓的立场 还有所谓的区域立委 这些的合作 这些的整合 其实它都是团结的一个因素 这一些因素加起来 它绝对都是我们走向团结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所以其实刚刚主持人也有讲到 就是说这个两方的政策 好像看起来越来越像 其实大家回过头去看 柯文哲柯市长的政策 他的政策 他每次讲出来的立场 他都不是那么的绝对 他没有所谓他自己绝对的立场 他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模拟两可的一个立场 所以当他今天比较具体的讲出来 然后这个立场跟我们立场 他是比较符合的 比较可以呼应的 其实我们也很开心 那我觉得这在某方面 就是我们找到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 朱主席也好 或是柯主席也好 其实都是希望 在这一个共识之下 可以来回应民意 回应的民意是什么 那就是对于政党轮替嘛 不管是从民调来看 或是从今天社会上面的 氛围还有舆情来看 大家对于政党轮替的期待度 是非常的高嘛 民调有六成以上 好我们先撇开不说民调 为什么今天大家会这么讨论呢 这么期待这个所谓的蓝白盒 会讨论代表对于整合有期待 为什么要整合 整合唯一的目标不就是赢吗 对不对 那只是说你合作 我觉得刚刚沐昕姐讲到一个 说合作要喝什么 对不对 我都是建议喝白开水啦 为什么 我觉得 为什么要喝白开水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要尽空自己 都把自己当白开水一样 要去谈合作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坚持啦 这样子的合作我觉得 谈出来的共识 才会相对比较高 谈出来的这一个结果 可能才会比较符合大家的期望 所以我建议是喝白开水 以免有人说什么喝咖啡会心急啊 或是喝果汁糖分比较高 不健康等等的 白开水最健康 白开水最健康嘛 所以我觉得既然要谈 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要拿出真心诚意的谈 因为大家都是对于政党轮替非常非常有期待的 那尤其柯文哲自己 他如果真的他自己选总统的话呢 他当然最大期望是 他自己在立法院可以席次最大化嘛 但其实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啊 现在大家看得清楚 就是柯文哲他人比较少嘛 不管是他自己党内的人 他的人才库 以及他区域的候选人 不会言就是非常的少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看 因为刚刚巧欣也讲到议题上面的合作 包含了NCC那间议题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最早提出这个议题 曝光那一只公文的其实是陈婉会委员 他提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当然我们也有看到这一个新闻 我们就马上马上动起来 包含我们去开了吉祥记者会 然后包含我们的委员啊等等啊 去NCC前面抗议啊等等 然后有一连串的效应啊 一连串的新闻曝光等等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 因为民众党可能人不多 他们可以去发挥的效果不够大 好那可是在国民党这边 可能就可以补足民众党的不足 所以我觉得在不管是区域立委的合作 我觉得这是对于民众党最大最大的一个部分啦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方面的一个合作 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共识 所以我觉得真的民众的角度 不论柯文哲他愿不愿意当副手 都应该要保持政党合作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有大家有一个默契 然后大家有沟通绝对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不过说到了这个整合示范区 能不能从这个士林北投的选举先开始 那主要让我们知道嘛 因为侯汉廷昨天上我节目也在讲 那张思刚有抛出了就是他说 那用民调来一决胜负 那侯汉廷他在昨天还是强调 说只要投他就是集中选票 好那所以在昨天的时候 张思刚上了黄光琴的节目 那光琴姐发了一篇脸书 里面就提到了张思刚 因为最近在地方上有一些 关于他的一些什么负面丑闻的耳语 张思刚直接公开 他说其实在今年三月 地方疯传他有一个六岁私生子 又一位电视制作人的女儿为他堕胎 还有他王妻身后 他同时跟两位女议员交往 那张思刚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位花心渣男呢 不符合他的人设 最残忍的是他的夫人因为辱来过世 还有人要造谣说 他因为丈夫劈腿而自杀身亡 好他说以示清白 张思刚拿了一份证明书给光琴姐看 那现场直播呢 要他不要声张 所以他连抬头那五个字他都不愿说 他说只能讲这份文件令人心痛 他说张思刚同时立誓 如果谣言最后证明为真 他会二话不说退出选举 他说他认同张思刚的提议 侯汉庭可以进场比民调 张思刚已经承诺 如果他输了 他会立刻退出战局 否则吴思瑶就可以躺着选啊 所以黄光琴认为 张思刚和侯汉庭可以身先士卒 将士林北投区打造为整合示范区 做给那些大头们看看 整合都不一定赢 何况是分裂 这是一个好提议 我当然知道说 这一区呢 背后所策动的力量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对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就算坐在轿子上的人 愿意接受这个提议 抬轿的人都不见得 会愿意让他们下轿 我只能讲到这样子 因为我所知道的也非常的有限 可是我觉得因为两位对我来说都是年轻人 而且我都认识很多年 其实思刚我认识了超过20年 所以我是看着他在智库工作 然后一路到当议员 这整个的过程 那汉庭是从他一出道的时候 我就认识他 然后那时候也鼓励他去参选议员 所以两位对我来说 我都觉得他们是很优秀的年轻人 而且他们就是那一种很有拼劲 很有洒劲的那一种年轻人 那我觉得不管他们背后的想法 势力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那我觉得他们都应该要回到 他们想要参与政治的初衷 因为我都跟他们谈过 他们当初参与政治的一些想法 那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 我希望他们到现在没有改 如果他们到现在没有改的话 那我觉得接受这个提议就是对的 那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点 大家就是努力 对不对 但是时间点到了之后 同样的 你就决定民调机构 对不对 如果你担心那个民调太贵的话 那我就来帮大家募款 对不对 我们募款然后来做这个民调 对不对 做出来的民调 谁领先 谁就退 谁领先 谁就继续站到底 然后谁输了 就无条件地支持对方 我觉得他们的背后 虽然有不同的势力想法 但是我认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矛盾 没有那么严重 这跟什么王世坚和这个何志伟啊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我也不认为说 民调之后呢 退的那一个人 好像政治前途就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不会 他们一定都是在台北市这个选区当中 非常有前途的政治明星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说他们如果双方都硬干到底 其实会两败俱伤 谁都讨不了好 而且这两败俱伤会跟着他们一辈子 他们的政治前途反而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建议这样子的一个讯号 那么希望他们可以坐下来 我也不知道谁能够牵线他们两个人坐下来 但是我希望能够坐下来 把这件事情谈清楚了 设定的那个时间点 当然也不能太晚 比如说一个月的时间 那就九月底嘛 对绝对来得及 对不对 九月底的时间 然后做出来的民调 那这个民调你要公开或不公开 我都没有意见 最重要就是双方把游戏规则说清楚讲明白 而且我认为两位应该都是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的汉子 那这件事情重点在于 前面把他们撮合做下来 后面我反而会对于 他们两个人遵守承诺这件事情 我觉得比其他的大人要有信心多了 有啊汉民昨天也说 最好给他两个礼拜的时间 好好骂民进党嘛 对 好那不过说到郭台铭 郭台铭他其实持续在这个挖兰营的墙角 那感觉挖得不太顺 好像有点点挖不动了 那昨天突然在 这是在高雄 高雄九如还有光武路口啊 这一块看板引起讨论 而且是这个党部紧急出来灭火 因为上面就是郭台铭和五位蓝营 立委参选人的合照 所以我们看到这还得了 这哪五位 曹桓荣 陈若翠 黄柏林 陈梅雅 李明璇 就这样子被就在郭董旁边 就挂出来了主流民意大联盟 所以在第一实验之后 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主委黄昭顺 就把这五个人集结在一起 合体出来 就说这的确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 是谁设立了这个看板 那每一位 这每一位都有讲 他们唯一支持的是 党中央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 那当然这个前立委陈玄胜有在讲 高雄市这五位立委参选人历经这风波 其实看到了在郭台铭步步进滴之下 国民党并没有被裂解 侯友宜的根也扎得更深 这是一次好的考验 所以在这边我请教巧新 就是说感觉起来好像真的是 这个地方上的风向是不是也在变了 也就是说从这一次 高雄市党部还有这五位参选人的 这个大动作来看 也就是在过去来讲 可能这些地方人是 挺郭台铭啊一面倒 或者搞暧昧啊那到后来呢 站出来挺郭的 那你问他说要不要退党 又说我为什么要退 那以至于到现在呢 全部都出来直接表态说 我就是挺侯友宜 让你一点做文章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地方上的风向 是不是也在慢慢的改变了 第一个是国民党在这个全代会 通过支持侯友宜之后 那所谓的换侯的这些声音 那当然都没有了嘛 那今天大家现在在讲的是说 有没有所谓整合的空间 那要怎么整合 这个议题还有再延续下去 那只是说这个不是我们 作为国民党的提名人 我们可以决定或是智慧的事情 这个应该就是交给 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 不管是跟柯文哲 有没有政党合作的 去谈的可能性 或是说郭台铭 是不是跟大家喝咖啡 要不要接受跟同意 这个我想是国民党的高层 而且呢也不要讲高层 就是朱立伦 由主席来共同的来做决定 那这个看板呢 我相信对于候选人们来说 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因为呢这个选举的人 有看板 当然大家都开心 可是在据他们所说是 没有获得同意的情况之下 就被挂上去了 那显然就变得不开心 不然的话有曝光有看板 有人愿意出资帮我们挂看板 理论上我们都是非常感谢 非常开心的 但因为郭台铭要不要连署的 这个翻牌在即 就是很快就要决定了 很快就要决定 过去前面我们大概 对郭台铭分成几个阶段嘛 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 第一个阶段是当时 算是一个类初选期间 所以呢两个人各自的努力 然后让主席朱立伦来做最后的征召 那这段期间呢 他就各自有的选边 占有的不选边 那最后总之呢 朱立伦选择征召了侯友宜 这是第一阶段 然后呢5月17号 这个郭台铭在脸书上就写说 他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嘛 那但是呢后面又有跟他说 这个有没有党长不公平的问题什么的 也很多人在背后运作跟鼓噪都有 那第二个阶段是 国民党包含我们生生患 希望说郭台铭可以回到 国民党的这个空间里面 大家共同的一起 要嘛是支持侯友宜也好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到支持侯友宜 至少你不参选 然后来支持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这也是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都能够理解说 真的好想当总统 然后你要不要去支持人家 那个感觉跟心结 可是如果你没有独立参选 然后呢你来支持 其实包含像是这几位候选人 我相信他们都会很乐意 确实郭台铭前一段时间 就在这个期间的时候 他也去走访了高雄 这些候选人也都有跟他们见面 不管有没有公开表达支持侯友宜 也都很乐于跟郭台铭一起见面 因为整个国民党都很尊重郭台铭 希望他能够回到国民党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下架民进党 那但是现在是第三个阶段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当郭台铭昨天 他已经几乎是类表态参选的时候 船针机都准备好的时候 那就是据说他是希望说参加联署 然后让他在排桌上面还有机会 跟柯文哲也好侯友宜也好 继续做谈判 这是第三个阶段 那到底成不成功有多少的实力 这个也从民调上面 大家要持续的观察 在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 是有没有真的去登记 有去联署联署成功 跟有去登记正式成为候选人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所以柯文哲常被问到郭台铭的问题的时候 他说那是国民党自己的事 国民党自己要去处理 其实这句话他讲的也没有错 对柯文哲来讲他是民众党的主席 他要见的就是国民党的主席 两个在野党的主席共同来对话 而郭台铭这个部分 他如果我们把他当成是泛蓝的一部分 我们说他过去跟国民党有很好的关系 一直都很支持国民党 那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 要么不要联署 要么如果真的要联署的话 那是不是到了最后阶段看到 如果你的参赛是使得 大家都没有办法让赖清德下来 那最后没有去登记 那重新回到国民党的这个框架里面 大家共同去努力 那那个时候挂这个看板 他才有其意义可言 大家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帮我们挂看板 我们都通常都会欣然接受非常的同意 但在这个这么敏感的实际点里面 那大家当然会觉得就是说 可能还是必须要做清楚的这个表态 所以在野的整合不管是郭 柯 侯三个 但背后都有三组不同的势力 分别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每一个人想要推动的整合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 其实都不太一样 所以到底能不能够成功 现在打上一个问号 可是我会觉得既然你们都已经到了 要可以参选总统这个阶段了 都应该要有更高的一个智慧 然后要看的是全局而不是自己 因为为中华民国好 如果是你们的初衷的话 那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 让赖清德不要当选 让民进党不要继续执政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汉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下期见 接下来 不论 大家快速做 去公里 请看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词